再来看到泰鲁阁又有新的景点了 横跨利物溪的山岳吊桥 在12日是正式的启用 而这次呢已经是山岳吊桥的第四代 桥面是踩这个格栅设计 让安全更加分 但是呢民众如果想要来这边打卡拍照 得先要透过网路来预约 而每天只开放800人 那到目前为止呢 到26号已经是全数而满 早在7号网路预约的当月名额 就已经额满的山岳吊桥 今天正式启用 在悠扬的泰鲁阁族人歌声当中 亲和这一座山岳吊桥的重生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长尤登良说 希望把酒驱动 燕子口长春池的游客 带到部落湾上面 比较安全也比较开阔的一块地方 让游客分流玩得更安心 隔了很多年 那我们因为泰鲁阁的游客量 实在是很多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要分流 那希望把酒驱动燕子口 长春池的游客 带到部落湾上面 比较安全 而且也比较开阔的一块地方 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把它开始有这个构想 那也历经了曾处长去争取经费 然后梁处长执行 然后我们到每次都是要开幕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最后的是收拾是最难的人 所以来开幕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大家都来看到我们三月吊桥 我想三月吊桥开放之后 一定可以容纳更多的游客 钢谷桥梁横跨峡 让山峰更显翠绿 金色桥塔就像一个月字 让三月吊桥的身影 更让人难以忘怀 从这里可以一览 令乌溪蜿蜿蜒溪流 以及泰鲁阁峡壮阔景色 非常非常敬佩 因为刚才从我们的游处长口中说 这个的想法的发想 是我们徐国士徐处长 这个真的是 在数十年前能够这么有想法 有规划 而且那时候的功成绩吧 我想大家都觉得是天方严谈 所以在做第一座桥 乃至到现在第四座桥 要开始兴建 我想要下这个决心的人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下了决心要开始评估 开始做规划 我想这个真的 所以每一段路 每一个工程 我们要感谢的人太多 所以得到金指奖 金安奖 真的是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敬佩 那内政部次长邱昌月说 站在泰鲁阁族人巨人的肩膀上 欣赏峡谷美景 三月吊桥的附件有三大意义 除了分流游客 也提供更安全的监测系统 而三月吊桥是过去泰鲁阁族人从南投翻山越岭来到花莲的重要联络道路 积聚历史意义 这一次改造也全采用无障碍设计 更适合一家大小来到这里游玩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道